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小就被父亲寄予厚望 最终放弃了自己的爱情 而接过家族重担 如今更是截然一生 全身心投入在家庭事业 成为这个家族的掌舵人 1957年 蓝琼英因为舞蹈一绝 在14岁就吸引了何鸿燊目光 虽然两人年纪相差很多 但何鸿燊还是按照大清利率 把蓝琼英取进门 成为拥有一纸婚书的合法夫妻 1962年 何鸿燊与蓝琼英长女何超琼出生 何超琼的诞生为父亲带来了好运 10年41岁的何鸿燊拿下澳门博彩业专营权 并开设了第一家赌场 向来迷信风水的何鸿燊认为 女儿未来会成为自己宏图大展的福星 于是对何超琼十分宠爱 蓝琼英知道何鸿燊对她有着很大的期望 所以对何超琼的教育非常严格 从小就告诫她要给弟弟妹妹起一个好榜样 作为大姐 何超琼不仅学业优异 还要照顾弟弟妹妹 这让她从小就明确了自己的角色定位 也让她成为了有责任与担当的人 高中毕业后何超琼考上了纽约顶级的文理学院 Verser College 在早期大房长子何鸿燊被何鸿燊视为长班人在培养 可1981年何鸿燊与苏几夫妻在葡萄牙因车祸而丧生 只留下两女何家文和何家华 而何超琼的人生轨迹就此发生了变化 何超琼年仅19岁就被何鸿燊视为自己未来的接班人培养 虽然何超琼很喜欢文学 也只能无奈接受父亲的建议 转而攻读美国圣克莱大学国际商业管理专业 但何超琼却还憧憬着明星梦 还跑到TVB艺人训练班去学习 随后何超琼在TVB突破电视剧中饰演一个小配角 而这部剧男主角正是情歌王子陈百强 两个人的缘分就此展开 陈百强出生于香港一个富裕家庭 其父陈鹏飞是中环金宝表行的创始人 陈百强中学的时候就对音乐有着很高的天赋 但其父不希望他花太多的时间在音乐上面 但陈百强对艺术情有独钟 一心只想要进入歌坛发展 陈鹏飞最后拗不过他 只能送他到美国旧金山音乐学院进修 在当年的唱歌比赛中 陈百强以异曲《崎岖之路》打动无数人的心扉 并夺得冠军 随后与TVB签约为歌手 陈百强温文尔雅的外表 为美动人的歌喉 以及浊然不凡的才情 迅速为他打开了风光无限的演绎生涯 作为陈百强的迷妹 何超雄为了见到偶像而四处找朋友帮忙 最终在陈百强出席某活动时 何超雄如愿以偿地见到了心中的白马王子 何超雄在那一刻怦然心动 满面翡红 应该就是爱情翩然而至的证明吧 何超雄虽是豪门千金 但无所谓的大小姐做派 为人落落大方 知书达理的性格 也让陈百强非常欣赏 陈百强是个完美主义的音乐人 对音乐和择偶都追求完美再完美 两人无论外形还是思想都非常相配 1984年何超雄出演了陈百强的《深爱者的你的》MV 这是两人最亲密的一次合作 而在《深爱者的你的》的采访中 陈百强红着脸介绍 这是我的红颜知己 媒体大众也喜欢抓拍他们在一起的镜头 出席偶像唱歌大赛时 两人的窃窃私语 浅谈倾笑 公共场合两人的相携互伴简直是气质相容 天造地设的一双碧人 而他们的出现也似乎满足了人们对公子与王子的童话故事的想象 但童话故事终究只存在于想象中 在《生日宴》上 陈百强邀请了一些亲友参加 还特地把女主人的位置留给了何超雄 良辰美景 家人在侧 是他生命中少有的美好而幸福的时刻吧 于是微醺之中的陈百强 情不自禁地依偎在何超雄肩上 何鸿燊看到报道后勃然大怒 未免女儿越陷越深 便出面拆散了这段感情 家族的压力也只让何超雄只能听从父亲的话 不久后 何超雄与许静恨约会被媒体曝光 一个是赌王千金 一个是传王之孙 1991年1月8号 何超雄与许静恨举行世纪婚礼 两人的婚姻算是商业联姻 也是双方家长极力撮合而成 何鸿燊为女儿精心准备了一条60万的婚纱 以及10亿嫁妆 两人的婚礼举行了三天三夜而轰动全港 但何超雄穿着洁白的婚纱虽然挽着许静恨的手臂 但全无效益 他的眸子里盛满了清冷与忧伤 陈百强面对何超雄嫁人心里痛苦难言 却不得不接受现实 最终他选择参加他的婚礼 眼中含泪地目送他嫁给了别人 而陈百强接力掩饰的笑容背后是无尽的落寞 在何超雄婚后一年 陈百强因为酒精服安眠药中毒 导致昏迷 被紧急送进了医院 得知消息后的何超雄 不顾一切以朋友的身份到医院照顾他 这也成为了他们最后的相处时间 在他昏迷期间 他每日都去看他 陈百强只是静静地躺在病床上 毫无知觉 仿佛睡着了一半 在他离世前 他与他连告别的话都没有机会说 1993年10月25号 陈百强因为逐渐性脑衰竭而去世 终年35岁 在陈百强丧礼上 何超雄眼睛红肿 面容悲气 他扶着陈百强的灵鹫缓缓前行 从此军行千里黄泉路 我寄人间毒断魂 送走他之后 他抱着陈百强母亲哭成了泪人 许静恨与何超雄的婚后生活并不幸福 因为彼此都装着别人 何超雄的心里是陈百强 而许静恨更是到处沾花惹草 许静恨在2000年左右与李嘉欣相识 自从认识了大美女李嘉欣 许静恨的心思都被勾走了 常常魂不守舍 当年流传出这么一句话 最富不过李嘉诚 最美不过李嘉欣 可见李嘉欣的介入 使得他们的婚姻变得更加离心离德 有着小三之王称号的李嘉欣 堪称富豪杀手 他先后与罗兆辉 刘软雄 许静恨等富豪有过暧昧交往 并且这些富豪均是有富之夫 而且李嘉欣素以霸道著称 身为小三却从来不惧怕原配 当年刘软雄妻子保永勤 就是被他硬生生弃成了鲁献癌 2005年 心急如焚的李嘉欣 直接上门找到了何超雄 把许静恨之事告知何超雄 他以为何超雄是个好欺负的女人 没想到被何超雄泼了一杯茶水在脸上 以及挨了一个耳光 从此再也不敢当面招惹何超雄 而何超雄与许静恨 两人2006年才正式签字离婚的 离婚后的何超雄一直单身 这个商业奇女子独立坚定果敢 艺术在他面前扎了根 他希望能把艺术元素融入自己的工作中 打造了一些更具个性化和文化色彩的商业作品 或者工艺平台 如今58岁的何超雄依然孤生一人 假如当年何鸿燊没有棒打鸳鸯 陈百强与何超雄是否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本期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期更精彩 喜欢的看官记得点个订阅 避免迷路 我是众恒传媒 我们下期见